很多人在做辣椒油的时候,都是往辣椒上直接铺热油,其实那样做是大错特错 今天我就把饭店价值百万的方法分享给大家,让你看一遍就会 首先空碗中加一碗粗辣椒面,一碗细辣椒面,一勺盐,一勺白糖,一勺胡椒粉 用我吃饭的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,再倒入少许白酒,放了白酒的辣椒油吃起来会更香 最后再加入一勺食用油,再次拌匀,这样子辣椒油就不容易炸糊 想要辣椒油吃起来更香,关键就是这个佐料 200克洋葱,100克大葱,80克生姜,5个八角,一小块桂皮,5片香叶,99粒花椒 最后再来一颗香菜,凉油下入花生米,再配几个大蒜,开蒸小火慢炸 等到大蒜八面金黄,花生米也就熟了 炸好的花生米放凉,放进一个密封袋里,用我家祖传的擀面杖给它敲碎 敲成像我这样子就可以了,油温烧至三成热,下入准备好的食材 全程开中小火慢炸,炸至微微焦黄,捞出料渣 加入一把白芝麻,泼一勺热油,激发出芝麻的香味 记住辣椒面这时候会吸油,泼油后快速给它搅拌均匀,避免炸糊 最后把热油全部浇在辣椒面上,充分激发出辣椒面的香味 再倒入捣碎的花生米,这样做的辣椒油放一年都不会坏 无论你是做蘸料还是拌凉菜,都非常的好吃 喜欢的朋友赶紧动手试试吧